来看一下,上礼拜是第八次,今天最后一次啦 所以我们大概要做个结尾的吧 然后这个学期的话,因为九字课其实是蛮短的 那主要我们重点是摆在那个 如果把一个问题的公式马上用CHGP帮我产生 另外的话,再把公式看能不能转成VBA 那这件事我发现其实CHGP应该理论上做的还蛮不错的 只是说CHGP它不是完美的 因为它有一些弱点 包含就是说,它处理什么中文的部分 它可能,因为它基本上是外国机器人 第二个,它对于全形制好像不太OK 所以我们直接转成半型就OK了 那另外的话,CHGP的版本好像它 它好像一定要最新版的 不然的话有些公式不能跑 那怎么办,没关系嘛 如果有些公式不能跑 你可以请它转成VBA的方选 它会自己帮你 那你说转成VBA有什么好处 因为VBA比较没有版本的限制 它最旧的跟最新的都相容 OK,所以如果假设有一些公式没办法跑 我是建议,那你不如怎么样 请它直接转成VBA的制定函数 或者叫VBA的方选程式 它会自动帮你转了之后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我是建议,当然你说公式 相对是看起来比较简单 可是问题是很多地方是做不到的 所以如果假设有些地方做不到 那我是建议你还是用VBA吧 那VBA比较适用就是说 第一个可能相容性的问题 旧版,新版,新版的公式 里面那个函数它没办法跑之后 那我是建议你用VBA 那另外的话就是VBA蛮客制化的 你可以告诉它你的需求 可能内建的没有 那它也会帮你做出来 还有啦,有些问题比较复杂的 可能公式做不到的 那这个时候你还是要用VBA 所以你说要不要学VBA 这个我觉得,当然你工作很简单 那就我觉得不太需要 可是问题你的工作 相对可能会做一些 比较复杂的应用的话 那这个时候绝对是需要VBA OK,所以这个大概给各位一些观念 至少你上了这个课 你会比较清楚将来ESale该怎么用 不然的话我发现很多人没有观念 所以慢慢,我觉得这个课 主要是帮助各位建立一些观念 还有知道AI怎么用 然后AI能够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另外AI有它强的地方 但是有它弱的地方 它有些地方好像你怎么问它 像我都有给各位犯本 不过我后来发现好像同学 自己问好像不见得可以有 比较正确的答案 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跟它相处的地方 你要试着让它懂你在讲什么 这件事也很重要 那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点 以色列的素养 以色列的素养就是你要知道说怎么跟它表达 那因为我已经用以色列用非常久了 所以我也比较知道说我怎么下这个语法 它能够比较正确的给我 我想我大概想要的答案 但是如果你假设没这方面的素养 你可能要慢慢养成 那怎么养成反正就多用 多多去跟小级币沟通 我想这个问题会慢慢可以得到解决 那今天的话因为最后上课 所以我今天希望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这个范例档案里面 有一题叫做 这个Google试算表的那个 这个复选的部分 那这一题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就是说呢 里面的话有一些复选题 我要算它的数量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帮我开一下这个 就是 题目的部分是范例 Google试算表 复选资料的这个范例题 那里面的话你们可以再看 它主要是说呢 低栏的部分 比如说它有逗点 有很多资料 那我要怎么把它分开来 比如说本来是长这样子 有没有 是电脑 文字与资料 范例档嘛 文字与资料函数 里面的这个叫做Google试算表 有没有 复选资料切割啊 那这个问题也是同学问的 因为Google表单 我在第一次上课有问卷嘛 那个问卷是用Google表单做的 那它会收集到很多资料 放在Google试算表 可是你要做进阶的统计分析的话 会有个问题 第一栏的部分 是我们复选的资料 那如果假设我希望切割到G G栏 OK 不是1 它中间有隐藏栏位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 把这些资料 有没有 比如说像第一个 虽然是复选 但是它可能只有选一个 所以我们需求是这样 就是把这一些资料 有没有 把它切割之后放到G 就是它里面比如说有三个 那像这个第一个是比较简单 第一个你就Ctrl C 如果它如果单选的话就一个对一个 可是如果像这个有三个 那三个我变成说横向三个要先切割 切割之后再变重向三个 那以前怎么办 那麻烦了 那以前总不可能点两下 点两下然后再把它选起来 然后复制贴 复制贴 复制贴 这个四个复制贴 这这这这这 哇 实在太累了 那顶多是说有一个比较简单 你说这个中间有逗点对不对 你可以用什么 资料里面不是有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它这边有个分格符号 你可以用符号 逗点嘛 下一步 那这边有逗点 那分开来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放哪里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放在这边 放在H好了 H3这里 然后把它按完成 那当你说老师要放这边怎么办 你可以再把它这边把它剪下 或者复制也可以 然后这边选用复制 再用什么 选择性贴上 如果你要把横的变重的话 那这边有一个选择 右键选择性贴上一个 叫什么 转次 转次的话呢 就可以把横的变成重的 有没有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 这样OK 这个四个 四个你岂不是还要再把它 一样复制 然后贴到这边吗 不 然后呢再 不不不 你又先先剖析了 剖析之后 一样分隔符号 斗点嘛 那问题上还是放在这里好了 然后再把它完成 然后四个嘛 四个你要再 Ctrl C 复制了没有 然后选择性贴上 这边其实把横向变成重向的转置了 OK 哇 那不得了耶 这边假设有一万笔的话 那你不是要贴 然后复制 再转 选择性下面转置 那这样的话呢 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OK 那当然呢 如果你假设没有把资料切割开来的话 你是无法绘制一个图表 因为你不知道说这边总比数是多少 因为假设我想要知道说 这个负选 里面呢 总共有几个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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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些啦 OK 那我最后希望把比数算出来之后 我才有可以把那个图给画出来 所以前面部分做不出来的话 那当然后面不用讲了 还有呢你也不能做太慢 比如说老板希望你马上帮我做啊 你只要做半天还做不完 你们每天都复制贴 复制贴 那做多久嘛 可是如果你今天假设呢 能够 不过这里也没办法写公式 所以这个我想应该没办法跟他讲说 请报写个公式 这可能是请报写一个VBA程式了 那怎么做 当然如果假设呢 你不太知道怎么做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分阶段来做 比如说第一个 你先请他做什么 把第二因为这一个 所以这个加做其实 我觉得应该是跟他讲D3好了 请帮我把D3的这个资料 甚至把D3这个资料贴到他那个 效益逼逼逼的问题里面 跟他讲说 这个里面有三个资料都逗点分 然后请帮我把三个逗点分开的资料 把他输出到G3到G5 OK 所以呢 这个问题也蛮蛮简单的 就是说你第一个 你可以跟TrackV讲 讲什么呢 帮我将有没有 D3 我刚刚讲这个 所以刚刚 其实你可以 类似像这样 就是把它缩小 然后在旁边看一下 请帮我将这个D3的这个资料 甚至把那里面的资料贴过来 那我的习惯是前后会加上双语号 让他知道说 这个就是一个文 你要的你里面的资料 D3里面的这个资料 然后呢 他分割逗点 因为他中间是逗点 到哪里呢 到G3到G5 OK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叙述就好了 前面我是没有跟他要求说 到底要写公式 还是要写VBA的Sub 反正让他去判断 如果他可以写公式 我相信他会跟你讲公式 但是如果 VBA入门 对 不过他最后得到的 他给我的 他说您可以使用以下的VBA程式 我有试过说 请帮我产生一个C6公式 我发现他没办法 他说这个部分没办法用 这个公式完成 OK 好 那他底下的话呢 就把程式写出来就这一段 那当然我们可以直接 把这一段怎么样 直接就拿来用了 用的方法应该都还会吧 我前面讲过 反正他如果给你VBA 以后你也不用惧怕 因为第一个 你要先把VBA打开 VBA还记得吧 先把那个开发人员打开 这个我们应该做很多次应该都会了 制定功能区开发人员 然后第二步的话 开发人员的VBA 再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我的习惯缩小 然后插入一个模组 把程式贴到这个模组里面 所以刚刚这一段 你们可以试试看 Ctrl C 然后把它Ctrl V贴上 OK 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试试看了 OK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结果OK 他能不能真的执行完之后 直接就帮我把这个结果输出到G3到G5 执行看看 有了 有没有 所以显然 这个是可以的 那一个可以 应该全部都可以的 所以下一步 你再跟他讲说 请帮我把全部的输出 OK 当然了 我是建议你按部就班 你不要一下子野心太大 你可能错误的几率比较大 而且你也比较不知道细节 那接下来当然你说 老师那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快帮我切割 当然如果想要知道 追根就底 细部我是建议 刚开始也许你可以暂时看不懂 没有 不过慢慢我是建议你 慢慢看多人也会知道 慢慢也要知道说 到底他在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他可以帮我把资料切开来 有没有 你可以还可以通过ChargeVG去学VBA 有没有 那你又慢慢看一下 其实他这个程式 主要就是一个SARB SARB名称就这个SPRIT TES 有没有 那这个名称可以改的 如果你说 这个名称我不喜欢教 这个可以改 前面讲过 那他其实主要做几件事 第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 先把D3的资料 有没有 先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所以他这边 后面这边 没有一个D3.Value 其实就指的是这个 他就把D3的资料怎么样 放在前面这个变数名称 这个变数名称叫SARCET 这个名称自己取的 你不见得一定叫这个 如果你嫌他太长 你甚至可以把它叫S就好了 你说这个名称太长了 没关系你叫S也可以 就是把资料放在S 然后这边如果改 这边也要改 因为它一个量 如果你假设太长的话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没有问题 然后他就把资料放在S里面 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去SPRITZ SPRITZ顾名思义 就是 其实这资料剖析 就跟我们刚刚做资料剖析一样的道理 把刚刚的这个资料 按照逗点就把它分开来 分开来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关键 就是分开来之后的话 其实它会变成一个 可能这个资料形态比较特殊 因为这里面我们以前如果放一个变数 就只能放一个资料 可是如果你有三个 切开来有三个东西 对不对 三个东西一样要放在一个变数的话 这个叫阵列 阵列的话就是可以放多个资料 那多个资料的话呢 它就会用编号来决定说它里面是放第几个资料 可是它的编号呢 会是从零开始 不是从一开始 特别只有 这个阵列的话呢 编号一定从零开始 这个可能会比较需要注意的 因为很多人还是习惯从一开始 你说说什么 它不从一开始 没办法 这个是电脑世界 你不能说你要跟它改 它绝对不会为你改 OK 所以它不能改 那你就要改一下你的观念 从零开始 所以里面有三个就零一二 那接下来的话呢 它有三个 所以这个地方有三个 那三个的话 你要怎么样可以把它执行 很简单 就跑个for回圈就可以 for回圈就是让你跑几次 for i 等于零有没有 零指的是这一个 那二的话你怎么知道 特别注意哦 因为它可能这边是二嘛 那如果下一个应该 因为下一个好像是四个 所以应该变三 对不对 OK 这边多一个 那有可能多 也有可能少 所以呢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u棒 这个u棒的话指的就是说 你帮我查出 它的那个正列 所以最大的那个数字是多少 有没有 它查出还是二 所以就跑零到二 OK 你就给正列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它就一个一个放 放到里面去 怎么放哦 特别注意哦 它就这个正列里面是i 对不对 i的话从零开始 所以呢 它会先抓这个资料 塞到哪里呢 塞到这个里面去 那这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g3 你会发现g3 对 你说我们从g3到g5嘛 那你说后面有个offset 其实offset顾名是一样 就是偏移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以后如果你假设你的 你是要一直往下放的话 那你可以用offset offset的话呢 瓜糊里面这个值 i的话呢 指的是往下几列 那这个是蓝的部分 蓝的话就不动 有没有 零嘛 那往下几列 对你说老师为什么放i 因为i如果等于1的话 那它就放g3 因为它不动 00就表示 offset00 就是g3原来的位置 那如果说呢 你这边变1的话呢 列哦 就是往下一列 往下一列不就是放在多少 往下一列不就是g4 那如果变2的话 往下两列 哎 那不就位置刚刚好 哦 哦 所以你会发现哇 这个程式虽然没 总共五行嘛 程式部分 注解扣掉了 那基本上每一行都要理解哦 如果你都理解的话 那后面呢 你再把它做变化 哪怕后面 它没有帮你写后面的部分 你应该也可以自己写出来 那改一改就好了 那你说老师 哇 全部怎么办 那全部的话 你再跑个回圈嘛 把每一个每一个拿出来丢给它 它就一直往下放 OK 可是怎么做了 后面的部分呢 你们先试一下 我这个程式码部分 在云端白板上面 就这一段 你们可以拿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把全部的部分完成 因为这一题 它没办法用公式 只能写VBA 其实这种案例还蛮多的 工作里面其实很多地方 真的公式真的没办法 像之前还有同学说跨工作表 或者是跨工作部 跟各位讲 这个也没有办法用公式 只能用VBA 所以我是觉得啦 如果你的工作 也是有里面的应用哦 如果你不想用土法链钢的话 我是觉得可能写用VBA 这个应该是必然的趋势啦 因为实在是很多地方 只能用VBA 只能用VBA来完成 只能用VBA来完成 所以这个 实在是有它不得已的部分 也是一个趋势 待会我们再把全部完成 所以我刚刚 这个讲的程式是在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的第一个单元 里面的这一个 这个Google试算表 复选资料切割的部分 好